主席 主席能不能先請外交部部長還有我們月署 部長還有署長 蔡委員好 我想先請教一下外交部跟署長 就是說這個印尼政府有公佈他們現場執法的影片嗎 有沒有提供給我們的 這個約束說還沒有拿到 我想他們事實上原來有公佈了一些影片 最近也有送給我們相關的資料 那所以到目前為止他送給我們什麼資料 就是相關這次執法的資料 包括這個相關的影片相關的書面的資料 所以說有影片喔 有影片 所以外交部看過這個影片了沒有 我本人沒有看過 那你有沒有轉給余月署看過了沒有 還沒收到 還沒收到 我余月署我還沒有拿到這個 還沒拿到 什麼時候可以拿到這個影片 這個我想請教一下外交部 外交部是什麼時候收到印尼官方提供的資料的 這個是29號 29號收到今天31號 我們是代表處他們會 我想問一下印尼政府一直宣稱 這個案發的時候沒有 這個兩條船 漁船沒有懸掛台灣的國旗 對不對 那這個影片各位看過到底有沒有懸掛 應該是沒有懸掛 我想這個事實上 沒有懸掛 所以我們的印尼船隻並沒有懸掛 因為我們自己漁船也承認沒有懸掛 漁船我們的漁船沒有懸掛 因為我看好像 這個這個這個 要先確認這第一個事情 第二個事情我想再提一下 我先做一個說明 那兩條船 聖德財這條船的船長 他有講 他有懸掛國旗 但是被催掉了 被催掉了 另外的話是 那一條連勝 那一條船 他說他沒有掛旗 那為什麼這個漁船不掛國旗啊 那漁船是 照理講是要掛國旗 但是呢 因為他出港以後 一段很長的時間 那所以呢 他掛了這個旗 天天掛在上面 那風吹雨打 那所以這個 容易壞掉就對了 那不然下次拜託署長齁 我們會去遠揚坐月的船隻 我看有我們漁船署 統一採購國旗送給他們好了啦 這應該可以吧 這也是彰顯我們台灣的國際能監督啊 這一塊的話 懸掛國旗本來 這個船上都要有 應該要的嘛對不對 所以我要這樣講齁 因為印尼政府的一個宣稱說 他看到的兩條漁船是無國籍的嘛 所以他要把他要求他停船嘛 以及看到他有疑似 這個海上作業這樣的一個狀況嘛 那我說我才會說 第一個 他是不是有海上作業 當然這個我們會持續來要求我們的漁船 經過他國經濟海域的時候 除非有簽訂漁業作業協定 否則就是不能夠有漁業行為嘛 對不對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說你那個 我們的船隻的這個 船隻國的國旗 應該要掛起來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 因為我們相關的漁船 都在國外有作業齁 對於台灣來講 台灣是漁業大國 我想署長 你應該去就這個部分來處理一下 不要再有這種事情發生 這第一個齁 這塊我們會跟我們的這個漁民再做更仔細的 對阿如果真的不行就漁業署買國旗好了 再來 第二個齁 馬六甲海域我們的漁業署報告裡面認為說 這邊有海盜出沒嘛對不對 所以他認為它是一個危險的區域就對了嘛 那一個地方的話 確實馬六甲海峽是 台灣的漁船在那邊有曾經被海盜劫持過嗎 過去台灣的漁船 船在馬六甲海峽的話 曾經有被這個海盜追擊 追擊嘛 是的 那我想請教一下這個外交部 我們過去這應該是兩個一起詢問 我們過去有說我們要護漁嘛對不對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 我們目前護漁的這個海巡署 或者是國防部這邊啊 我們護漁的範圍啊 在哪些地方有護漁的範圍 我跟委員報告 我想我們現在跟日本簽署這個台日漁業協議 我們跟菲律賓也簽署了這個漁業執法合作協定 我想這個是我們附近的海域啦 所以這個我們在護漁嘛對不對 對我們的活動是比較容易 所以這個漁船就業 對 漁船就業的時候我們不是有海軍署 就有派船隻在旁邊嗎 對這個只有在漁汛期 漁汛期嘛 就是附近的海域 印度洋的部分有沒有 沒有到印度洋 或者到太平洋 大西洋 其他的區 我的印象是沒有 那是不是請署長來做說明 是 這樣子就是說 我們政府也頒布了一個 這個護漁的標準座位程序 對啊我知道 這個護漁標準座位程序的話 大概是界定在我們自己的 能夠管轄的這個經濟水域範圍內 所以公海沒有就對了 公海方面的話 是去的話 我們的船如果去的話 海巡署 是每年我們有跟海巡署協調 大概有兩行次或是三行次 到公海 到太平洋的 南太平洋的公海 或是北太平洋的公海 然後去做 所以這太平洋 印度洋有沒有 沒有我們請那個 我了解我知道 印度洋有沒有 包括委員 然後因為 根據我們的 護漁標準座位程序 我們國家 護漁的範圍 有三大部分 一個就是我們 專屬經濟海域 就是 這我讚一下 我剛剛錄一下 你說現在太平洋 南太平洋有嗎 沒有沒有沒有 南太平洋沒有 中西太平洋 我剛剛講到的是說 在公海 對啊 其他的國家 有互相 公海上 互相登領檢查的一個機制 所以呢 是在公海上 去做登領做檢查 我了解 那我現在是說 我們目前 那我想請教一下海巡署 我們目前在護嶼的地方 海軍所去的除了我們自己的經濟海域之外 還有哪些地方 還有一個就是我們東南沙 東南沙 東沙島 所以南太平洋群島那邊並沒有嘛 中沙太平洋 在哪邊再講一次 中沙太平洋 中沙太平洋 那那個印度洋就沒有嘛 沒有 好 那我想問一下 那目前為止我們台灣的漁船 根據漁業法適用說 所謂可以雇私人保全這個部分有沒有 有多少船隻已經雇用了 有 有 這個部分是我們漁業法 對 我知道有多少船隻已經雇用了 我了解到的大概應該有這個 一兩百艘的 大概一百八十幾艘 那這兩條船應該是沒有 沒有 它沒有雇用 那兩條船沒有雇用 那兩條船沒有雇用嘛 好 那我想說可能未來我們的漁業署 在這個部分 可能要再繼續跟這些相關的漁船 跟他們溝通清楚 那我想漁業署 能不能 什麼時候可以提供一個正式的報告出來 就是在印尼政府也提供給你們 參考完之後 漁業署這邊就這一個案件 提出正式的報告 以及回覆給印尼政府 為什麼這樣子就是說 我們要接到印尼的相關的 我知道嘛 現在不是說已經到外交部了嘛 那外交部給你們 你們要多久的時間 那其實我跟委員說明 其實我們現在 我們利用我們自己的科技 我們船上有三種的這種 我了解 沒關係你就告訴我 你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我們盡快啦 盡快一個禮拜行嗎 一個禮拜可能有困難 那兩個禮拜 我們要要要 我們盡量尷尬兩個禮拜 你被委員 盡量兩個禮拜之內 希望我們的漁業署 就這個部分提出正式的報告 而且回覆給印尼政府 針對於他講的 如果我們認為是不對的部分 我想我們也要 馬上也要跟他們說明 那台灣印尼的協定 目前沒有嘛對不對 跟印尼是吧 對啊 那印尼的話過去是有 我知道過去有 所以問你現在沒有嘛 那就是這一塊的話 在這個執法的這一塊是沒有 執法的部分 從頭到尾都沒有過嘛 是的 那你認不認為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應該要儘速來跟他們 就這部分來洽談 我覺得是說 因為有去接踏 那這個很多事情 大家 彼此之間的 就可以減少誤會 當然嘛 那你們跟他談過了沒有 這部分我們 昨天我大概也跟外交部 也在 那你們什麼時候要去訪問他們 希望是說 印尼政府 能夠我們來 所以你要去拜訪印尼的 漁業部嘛對不對 海洋部 這部分我們也會跟外交部來做研究 好那我也想說 你也一併提出一個報告內容 這個 女生的這個 印尼的這個部長 看起來是頗為強硬的啦 是 對 所以我想說 在這個部分我想 如果我們沒有盡速就這個部分 跟印尼政府協調完的話 我相信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類似的事情會繼續發生 所以在這部分我想說 請我們的這個漁業署跟外交部 能夠做這個部分 馬上能夠來跟他們來洽談 因為我聽起來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跟印尼方面有提出來 就希望將來 什麼時候提的 就是最近 這一次嘛 對嘛 我等於說說我們之前都沒提嘛 針對執法合作 針對相互通報 針對這些相關的情形 過去我們跟印尼事實上是有漁業合作 過去漁業署署長也到過 對啊 那為什麼後來就不簽了 我問這個要問署長嘛 為什麼後來署長後來沒簽 是不需要還是怎麼樣 因為他約是兩方啦 那到了一段時間以後的話 這個沒有他沒有再續的話 就是不需要 不是啊 那為什麼不續啊 那我們當然是希望續 所以我們在去年 我們去年就跟印尼提出來 我們要再跟他再來駕談 這個去面行的這個漁業的合作 但是到目前為止的話 印尼還沒有出面 所以我們想約會趕快競速 趕快跟印尼方面再談一下吧 所以你這個部分 你也事後再提供一個資料給我們 你預計怎麼樣怎麼樣跟他談 再來第二個我想請邀請我們的國防部部長 就南海的議題 部長貝勳 好 還有我們的外交部部長 也是病流長 這個按照外交部所提出來的相關資料 我記得國防部之前也講過 就是中國在七個島嶼進行天海道路 而且完成了3000公尺長的飛機跑道 那我想問一下國防部長 3000公尺長的飛機跑道可以停什麼樣的飛機 一般的戰鬥機都可以降落 戰鬥機都可以降落 讓我請教 台灣現在最大的島就是太平島 對不對 在南沙的部分 太平島的這個跑道長度多少 1200 1200公尺有沒有辦法停戰鬥機 風險比較高 風險比較高嘛 我們有沒有在太平島降過戰鬥機 沒有 沒有過嘛 那根據 中國目前已經在這個南沙全島進行 所謂的3000公尺長的飛機跑道啊 部長就你的態度來看的話 你認不認為南沙太平島 我們有必要增加太平島的所謂的這樣的軍事設施 包括跑號繼續擴建 報告委員這個整個來講我們現在的國家政策是希望能夠和平的 就是和平穩定那邊 就是說不要改變現在現狀 美方也不希望現在這些島礁的改變現狀 那你認為不要改變現狀你覺得和平會穩定嗎 現在我們的國家是希望按了這個方向來做了 那委員講的這個強化軍力這部分的話 這個我們有在指導海巡署做它基本的戰力這方面的強化 因為我們可以看得到目前這以國防部跟外交部提供的資料 它除了有3000公尺的飛機跑道之外 它也設了高頻雷達站對不對 我們在太平島有沒有高頻雷達站 報告委員我們也有必要的設施啦 就有類似的設施 那他們有設置這個200公里的紅旗9地對空飛彈對不對 我們在太平島有沒有地對空飛彈 報告委員這個我 應該是沒有吧 這個 還是這不能講 我們不需要在這邊講 我們私下給你委員報告 然後另外呢 他們還有另外一個在永興島有做飛彈試射嘛 我們在太平島有做過飛彈試射嗎 好像只有做火炮射擊而已嘛對不對 一般的試射差不多在我們台海周遭 對 台海周遭嘛 那我現在問你就是說 能不能請我們國防部再去重新檢討一下 因為你之前說我們有南海政策小組 決定了把我們從陸戰隊 改成了所謂的海巡署人員派駐嘛對不對 希望可以降低風險嘛 當時的原因是這樣子嘛 那是國家的一個政策 對 81年 民國81年 民國81年跟現在距近已經二十幾年了啦 是 其實多少了 三十幾年了 我要講的狀況就是說 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局勢一直在重新做改變 那國防部跟外交部有沒有考慮在 建勤政府就南海政策的部分 重新召開一個南海政策的會議 重新來做檢討